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约书亚记第二章 本章记载约书亚 差派两个探子 去窥探迦南地和耶利哥城 他们从妓女喇合口中 知道迦南人心都惊慌且消化了 因为这里的居民 听到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神怎么使红海分开成为干地 怎么让以色列民毁坏约旦河东的 两个杨摩利王西红和俄 并且宣告耶和华神是上天下地的神 这一章正式记录一位重要女性的信心故事 那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 耶稣加普里女性祖先拉荷的故事 一位在迦南地的外邦女子 住在耶利哥城内的妓女 一位愿意相信耶和华神 是可以拯救他们全家性命的拉荷 他在非常紧急重要的时刻 做了一个信心的选择 选择了耶和华神 成为他及全家人性命的拯救与依靠 也让他从默默无名 名不经状的小人物 成为被神、悦纳、恩待与拣选的子民 更成为耶稣基督家普的女性成员之一 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领导啊 这段圣经故事告诉我们 神的救恩是普遍性的 并没有局限于特定的人群 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 只要愿意相信耶和华神 是同管天地万有的神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祂是主 就必蒙受神的拯救 拉和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做了这样的决定 也用实际的行动 隐藏、保护以色列的两个探子 并且照着探子所说的 在自家的窗户上系上诸红献神 并且他父母、弟兄全家 都聚集在自己的家中与世人分别 等候神出手拯救 在之后的第六章当中 我们会再次看见 以色列民攻打耶利哥城之后 其中所有的都在耶和华面前毁坏 只有妓女拉和 与他家中躲藏的父母、弟兄 和他所有的一切倾倦都可以存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神的应许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信仰不能遗传 因为信仰是个人与神之间 个别直接的关系 到最终 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 信仰选择的事情 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仍然可以透过自己的生命和祷告 来影响及帮助 身边的其他人更靠近神 更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 拉和或许在过去的生命中 犯了许多错误 但是当他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 选择相信神的恩典之后 他就获得了一个重新的 开始的机会 一个认识神的新生命 成为新造的人 因为旧事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 一个有信心的坏女人 要强入一个 没有信心的好女人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对永活的神 有信心 就是被神喜悦的关键 有信心的人 就得到了神的拯救和保护 并且不致羞耻 只要我们在神面前 愿意真心悔改 并且相信神 神就会接纳 原本也不配得的我们 拯救我们 保护我们 直到永远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 喇合信心的榜样 就不与那些 不顺从的人 一同灭亡 孩子这样祈求 祷告不配 乃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